大家好,我是袁詠儀 想聽、想看,當然有100分電台 Yeah! 歡迎收聽、嗶嗶紅茶館 又是口水紅的時間 近來在報紙上看到林青霞的消息 看見還是風彩依然 其實在以前一部電影裡 林青霞的百發魔女造型 由我印象深刻 近來是香港風和日麗 但是在藍色天空的背後 我們看到陰雲密報 原來這些是法律陰雲 因為前朝董建華時代的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 即是網民所俗稱的百發魔婆 梁愛詩在有記者會的場合 公開強烈批評香港的司法體系 你們不要誤會梁師長 因為老人痴呆症 因為梁師長的思想很正確 根正苗紅 以及很清晰的一個文路 例如他以前不控告狐仙 因為怕被控告狐仙 所以很多人不能做報紙 這些邏輯 就真的為人民服務了 那麼梁女士有公開批評些什麼呢? 他就認為 終審庭 什麼都好 如果法官知道中央和特區關係 站在哪個時候 他們就不會犯錯 即是法官判錯案 我就不知道什麼關係 不過我可以肯定這麼說 梁女士 特區政府和中央 就是沒有超友誼關係 不過當然很多人 當他們提及 中國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的時候 都很喜歡用 這個超友誼關係的動詞 去形容 不過這個是題外話 跟著梁女士的口徑 由點三八 轉做雷明燈獵槍 就批評法官經常以個人權利為先 沒有平衡個人權利 和公眾的權利 跟著梁女士換轉個大炮 炮轟現在法律界 覺得現時很多判決和期望有差距 是法律界意圖去中國化 去中央化 想香港獨立五環 跟著梁愛斯女士 還說要要求香港要思想回歸 她說回歸的意義 並不是換一支奇改的名字 而是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各民身份的接受 以及也都認為 釋法可以確保基本法正確實施 確保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方針可以落散 我有位大律師朋友 立刻打電話來替我訴苦 她就把梁愛斯比喻 作為很多笑片或影片中都有出現的 就在入監獄之前 要身體檢查 那位印度籍團部檢驗師 我跟她說 咦?沒什麼能力的 她就說不是 她說當以判刑的犯人 入監獄的時候 都要經過這個 procedure 這個經歷會令到犯人覺得自己沒有了自尊 一定要跟隨這個勢力 這個 procedure去做 還有就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 被人侵犯了 還有就是在公眾眾目睽睽之下被人侵犯 其實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係 就是在基本法裡面有很明確的規定 基本法158條規定 人大常委會會授權香港法院 對基本法有關香港自治範圍的條款 自行解釋 咦?這樣是不是就是說 梁女士不識智啊? 那當然不是啦 就是好像那些人批評梁師長 以前胡仙星島日報那件事 他就說 如果控告胡仙 就令到很多人沒事做 因為星島日報會倒閉 那些人當然批評 咦?如果李嘉誠強姦了一個女人 那是不是不會判她刑事罪呢? 那當然不是啦 因為梁師長再不是梁師長 那麼兩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 立刻已經發表公眾聲明去反駁 梁愛思女士的 其實他們多說幾次 什麼法什麼法 我口水紅都不知阿密 但是作為星斗市民 我們只是知道 香港人很珍惜的核心價值 就是人權、自由、法治、民主 是需要我們捍衛 逐漸完善去令到這個社會進步 一包紅茶館的時間又到 下次再會